Hello 你好 又是我Lily 今天想和你們介紹一間海水門的特色單位 這個單位位處於大閘門樓層 大閘門樓層有什麼特別呢 它的特高樓底由Fall to Ceiling 就是9.99呎 即是接近10呎樓底 另外它的起步是由25樓至59樓 當中40至49樓是skip了 所以這種特色樓層只有21伙 不如就由我帶你看看有多珍貴 是的 這個單位進來有少許圓關位 可以讓你擺鞋子 我們現在位處於海水門摩天角的 中層B單位 這個實用面積是845呎 來到露台 你可以看到開陽的postcard view 整個明信片景就在你眼前了 難怪之前美容達人和補習天王 都是他們的買家 回來客廳 空間感是非常足夠的 我們看看裡面的間隔 下一次位置 今天我會介紹這個大閘門的單位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它有水位和升值能力 最重要是罕有 因為對上成交19年5月份 成交了一間接近50樓的大閘門單位 那個也成交了1.8億 平均赤價是達到9090元 但是今天我介紹給你這個單位 它雖然小一點點 但是它的赤價也只是53元左右 最重要是有鎖匙 在這一區很多時業主投資 它都會買一些比較有升值能力 保值能力強 還有特色的單位 不是那麼多人有的 因為這個單位 基本上它是正南的海景單位 很多時海船門的單位 它都是側側地看海 譬如像朝日或者影月角那些 它會側地看海 但這個你正正可以看到整個海景 坐在這裏、躺在這裏 任何一個角落 你都會看到香港的地標 所以我就為你們推介這個單位 好 帶你們看廚房的位置 這裡的廚房是升級版的 它是採用Gagonel 抽入煙機 煮食爐 還有洗衣機 有microwave 收納的位置都充滿 還可以放到雪櫃 帶你去看工人房 它可以放一張 哇 很大間 放一張書桌 工人床 還有一個套匙位置給它 如果你對我今天介紹這個單位有興趣的話 歡迎隨時聯絡我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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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